随着历史发展 透过迁血与战争 不同地区的饮食相互影响 逐渐融合 并创造出吸引的饮食心态 随着时间累积 饮食更反映出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 族群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 以及社会文化等差异 人和开怕 独享时光 我是主持人李承宇 刚刚台北医学大学通事中心 助理教授郭忠豪念的这一段 是出自他的新书 《品传东亚》 食物研究中的权力滋味 医学食补与知识传说 由允城文化出版 忠豪是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 他的研究领域 包括近代东亚食物史 跟近代台湾史 今天很高兴邀请忠豪 来跟我们聊聊东亚食物 千丝万缕的一些历史文化纠葛 欢迎忠豪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郭忠豪 忠豪你为什么会踏入 饮食研究这个领域 陈宇豪你这个题目真的好大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议题或许可以回到我的硕士阶段 因为那时候我在忙着写硕士论文 然后呢 因为我本科也不是历史系毕业 所以我其实对于题目的搜寻 并没有一定的想法 所以在找寻资料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饮食文化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议题 所以我慢慢的就投入了这个食物的研究的领域 那么我本来研究的是明清时期 大概是中国的17世纪到19世纪 江南地区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方的饮食文化 后来呢 我又后来又有机会了到美国去读书 那慢慢的把我的研究领域把它扩大 从中国扩展到日本以及台湾 所以我这本书大概就是 我为什么会命名是品传东亚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饮食文化 把它纳入从中国日本跟台湾 这三个地区不同的饮食交流 人文互动以及自然环境来进行研究 我们知道饮食研究或者食物的变迁 并不是一朝一夕或者立竿见影可以形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如同这个陈宇兄提到的 这个书名这个研究的范畴 我大概把它扩大比较大的领域来进行研究 这大概是我进行食物研究的一个起点吧 是 我们一般人我们面对食物饮食 我们都可以吃吃喝喝的很高兴 那像中豪老师 你们学者研究饮食 你们的乐趣又是什么 感觉是也是很欢乐的研究领域吗 对 其实像陈宇提到的没有错 好像毕竟饮食是我们人类每天必须进的一个行为 或者我们养分的来源 可是我觉得进行饮食研究 一方面当然是很有趣 一方面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把食物研究 从一个比较物质层面 提升到比较精神跟文化层面去 我们在议题的涉猎 然后资料的搜寻上 我们都必须要比较谨慎小心 避免说这个研究流于太过琐碎 太过是一个资料的积累 所以我们在怎么讲 进行研究的过程里面 都会把一个找出一个跟人类 或者跟我们生活上 一方面息息相关 一方面又可以跳脱 比较琐碎范畴的议题来进行研究 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历史学家 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现在感觉起来 史学研究的领域 越来越多的关于物质史 大众史学这样子 让饮食史的研究 也是非常多人在关注 除了学界 一般人也都很好奇 对确实是 因为其实怎么说 我们现在的历史 或者我们打开一些国中小 或者高中的课本 我们的历史课本 应该比过去更早期 20年间30年间 更多元有趣 其实食物我们并不是研究食物本身 那我们其实主要是关心 食物背后一个人群的互动 族群的迁徙 然后战争 以及不同造成 不同因素造成的一个影响 甚至是自然环境 或者粮食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饮食食物研究 可以去关心的议题跟范围 尤其是书里面提到很多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研究的目标 研究的主题 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那是一个好吃的食物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都会吃到的三杯鸡 哇 三杯鸡 对 我知道中华老师对于三杯鸡的研究 也下了一番功夫 里面很有趣的是 中华你写到三杯鸡有一段传说 跟南宋文天祥扯上关系 这个让大家觉得很好奇 我们提到三杯鸡 各位听众跟我说 这个当然就是江西菜 这个可能跟哪一个名人有关 确实我想各位听众大家都知道 这个食物变迁的过程 特别在中国的脉络里面 都会跟一些名人进行嫁接 那譬如说我过去也研究过金华火腿 那么金华火腿 其实都是跟有一个抗金名叫中泽 所以说中泽要去打抗金的时候 会背着火腿 会背着火腿 对 士兵如果要吃的时候 就削几片可以煮东西来吃 战备口粮的感觉 这个脉络或者这个观念 那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我觉得有一个问号 但是我觉得毕竟因为食物 或者这些有名的食物 他一旦成名之后 都需要一些名人来帮他做一个宣传 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商业广告 所以我觉得商业广告的成分比较多 那至于真正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实上的成分是比较低一点 这样子 从我们的古早之前的东坡肉 对不对 到比较近代的左中堂鸡 对 确实都是被 可是陈宇兄提到东坡肉 这东坡肉跟苏东坡倒有一点关系 这个事实没有关系 苏东坡有写过一首这个猪肉送 黄粥好猪肉 价钱分如土 那苏东坡是一个例外 那苏东坡其实是一个 确实讲到食物的或者菜 苏东坡确实扮演一个角色 因为透过他的诗文 后人喜欢他的诗文 然后对于苏东坡赞赏食物 也会追随他的脚步去尝尝看 既然苏东坡觉得不错 那我们也去品尝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名人效应 确实 这个赌金中外皆然 但是我很确定左中堂 是没有吃过左中堂鸡 左中堂一直忙着在打仗 所以没有办法吃到左中堂鸡 左中堂是后来在台湾 彭源的彭昌桂 他创造出来的一道菜 然后命名成他的家乡的先贤 左中堂这个名人 不过确实陈宇提到 这个厨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从食材到消费者之间 就是一个厨师的角色 那么厨师在中间 不管了菜肴 我觉得古今中外 菜肴都是彼此攀附而成 很难有一道菜肴是独立出来 所以他其实被厨师所创造出来 然后因为不同的历史环境 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左中堂鸡也是透过彭昌桂的妙手 把它变成一套非常有名的菜肴 这样子 回到我们讲三杯鸡 它既然跟文天祥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在台湾我们的饮食文化 脉络下的三杯鸡 中华老师你研究 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来油背景 我们都知道 三杯鸡就是一杯酱油 一杯麻油 一杯米酒 是三杯鸡 那它是怎么样 在台湾这个饮食文化脉络下面成型的 过去我们都会提到 看战后台湾的报纸 都会提到三杯鸡是来自于江西的脉络 然后是江西的名材 可是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里面 我去拜访很多台湾的本省级的厨师 那他们觉得三杯鸡 其实并非是来自于江西 他们觉得三杯鸡 其实来自于台湾这个本土的社会里面 那主要是早期过去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过去的习 习乌说 那么习乌说是什么呢 习乌说就是过去 卫生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之下 如果有一些鸡健康发生一些问题 他可能就马上把它载来吃 鸡肉或许没有那么新鲜 所以就透过麻油 酱油跟酒 味道比较重的把它制作而成 那么第二种就叫做麻油鸡的甘板锁 甘板麻油鸡 那过去台湾我们知道 台湾这个社会里面 生小孩子坐月子 都会透过比较多麻油来补身体 可是再加上酒 大家叫做鸡酒 台语叫鸡酒 可是过去社会比较保守 有一些妇女对于酒精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可能会把酒精降低 甚至把它拿掉 所以变成甘板 甘板因为有麻油 也是达到可以有补身子的效果 所以这大概是两种麻油鸡的三杯鸡的由来 这个习物说我觉得是听到的比较多 我曾经听过新业的董事长李秀英 董事长李阿姨 他在回忆他小时候 他应该也有亲戚的长辈 中南部养鸡比较多 他们就是养鸡 那要把鸡运到可能北部来卖 他们就会在运送过程中 可能就会因为拥挤啊什么 有些鸡可能就在中途的运送过程中 可能就是被挤伤啊 或者是甚至挤死等等 那这些没办法卖出去的鸡 常常就是给像李阿姨 他们这些北部的亲朋好友 就是可能偶尔有个加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是那种习物感觉下面的模式 对对对 陈宇说的没有错 因为过去肉类的来源 不像我们今天那么方便 所以不管是鸡肉猪肉等等 那大概都会在可以吃的范畴里面 大概都会去珍惜它 而且可能过去要吃到肉类 要赐逢拜拜 或者一些接近 非常的稀少 不像我们今天台湾 随时可以吃到肉啊鸡腿等等 所以这个习物说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道理的这种说法 像中豪在书里面也提到 其实这种做法 麻油鸡或者是说三杯鸡 这种酱油啊酒啊的做法 其实在很多以前的一些早年的文献 在中国大陆其他省份地方也会有出现 对不对 有酱油 因为酱油毕竟是华人非常倚重的 出片的 对 但是麻油就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黑麻油是台湾这种 台湾这社会比较倚赖的一种食材 所以我在看过去的这些传统的文献食谱里面 真的我勾示录一次 还真的找不到跟三杯鸡一样的这个做法 但是有类似酱油鸡 酱油鸡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有来自于江西 因为可以理解 因为传统过去 因为传统社会没有 冰场没有那么进步的环境之下 你一个肉类 你要把它宰杀之后要保存 毕竟要用味道比较重的烹饪 然后把它掩盖它的味道 可以放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酱油炒鸡可能就是三杯鸡的一个原型之一 那么之后再透过不同的这些食材 烹饪出它的味道 可是至于三杯鸡本身 如果说是透过一杯麻油 米酒跟酱油 我觉得它其实应该是出自于台湾社会本身 有时候跟国外的朋友聊到 跟一些马来西亚香港的朋友聊 他们在台湾吃到三杯鸡 他们觉得说 其实我们的家乡也有三杯鸡 只是他们通常不太用米酒 他们用绍兴酒、黄酒比较多 所以我们说麻油、米酒 甚至我们说九层塔 这个在我们印象中是对三杯鸡 台湾人对三杯鸡很鲜明的印象 其实是非常的属于台湾 自己的在地发展出来的 这样的饮食概念 九层塔跟麻油应该是 因为是 我也以前在国外读书 然后在美国吃东西 会用到麻油去烹饪真的不多 所以我一旦用麻油在煮东西 煮麻油鸡 旁边我们这个宿舍的洋人都会说 这是什么味道 他们连闻都没有闻过 很台湾的味道 那我去China Town吃菜 吃一些中菜 甚至台菜 他们会使用麻油也不多 这个九层塔 它最早可能源自于印度这个地方 可能是大航海时代 透过水手 不管是葡萄牙、西班牙或者荷兰 可能辗转 来到台湾这个土地上 然后再从南部慢慢的传到其他地方 所以九层塔也 虽然不是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 可是它对于台湾早期 在这一两百年来 台湾食物成型里面 也扮演了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所以九层塔、麻油 这种就是很标记着 我们所谓台式三杯鸡 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味道 还是这种想象里面的饮食印象 确实 相较于三杯鸡 中豪在书里面另外介绍了一种食物 可能大家就没那么常吃过 是河豚 日本的河豚 中豪为什么会想要研究河豚 因为其实我在硕士录里面 我就翻到中国的长江 有很多河豚的资料 毕竟河豚是长江三鲜之一 所谓的三鲜是哪三鲜 是食鱼、刀鸡 刀鸡就是一个鱼、一个鳍 刀鸡 就是刀鱼 河豚、刀鱼跟食鱼 是号称长江三鲜 然后你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其中两鲜 对 我在书士录里面也处理过河豚 后来我其实没有发表 我们先来聊一些好吃的好了 中豪你在日本吃过河豚 对不对 他们通常会有哪些处理料理河豚的方式 这个说来就非常多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生鱼片 日本的河豚生鱼片摆盘非常的漂亮 会摆成一只鹤的样子 我们知道鹤其实在日本象征 不管在日本或是华人社会都象征是一种长寿的代表 然后之后会有炸物 把河豚的河豚肉拿去炸 然后会有河豚的暖囊金囊 会有日本河豚的锅物 还有一种非常特别叫河豚和其酒 河豚的其吗 对 就是河豚的尾巴 把它用火烧过 然后放在日本的清酒里面来喝 是会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或功效吗 就是一点 它的功效倒不知道 当然这个有时候人云亦云 但是它其实喝起来酥酥的香香的感觉 非常的好喝 这个感觉起来是整只河豚都用到了 对 除了河豚的内脏有毒的部分以外 其实河豚的每个部位 日本都把它发扬光大 也是一个全食的概念 对 确实如此 讲到河豚的内脏的毒性 中豪你在吃河豚之前你会担心吗 确实会 因为我们打开报纸时有所闻 对 不管是吃生鱼片 有可能吃河豚都有可能产生中毒的影响 所以在吃之前我常常会想 有必要为了口腹治愈 为了一顿的口腹治愈 然后把自己置身在这个危险的饮食脉炉里面吗 拼死吃河豚 拼死吃河豚 为了让这个生命 为了吃它在我们生命 这个懸命之间 但是后来想一想 我们问了店家 现在很多河豚都是用养的 人工饲养 所以其实并没有毒性 而且日本他们在宰杀河豚都有证兆 所以我们也相信了日本的这一套职人精神 所以养殖的河豚是比较没有毒性的 或者它的毒性不会引起神经系统的麻痹 不会影响到整个生命的危险 对 那口感有差吗 还是生猛程度有差吗 因为没有吃多很毒的河豚 所以再吃 当然我觉得都不错 确实不错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 因为你要去挑战这种东西 它曾经是内脏里面有一些会麻痹神经的毒素 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感觉 河豚的饮食文化 刚刚钟豪提到了 也是从中国宋代的苏东坡 梅瑶辰他们典故或者是说渊源来的 在日本他们的河豚文化 跟历史上面也有些名人有关 对不对 像什么封城秀吉 像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 是伊藤博文 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封城秀吉其实本来是 真的很有趣 我们觉得日本吃河豚 其实受到中国影响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 它毕竟没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对于外在的文化 特别是中国的文化 他们是非常的向往 所以他们唐代有浅唐史 然后到中国去抄写佛经 然后学习他们的文字系统 他们的政治官僚系统 那么回到还有他们的 中国的本草学的知识 所以在这个脉络底下 日本很多人都会觉得 那么苏东坡觉得河豚那么好吃 我们也应该试试看 日本试试看 发现那时候不晓得 日本人不晓得河豚有毒 所以其实也很多日本人 已经是中毒 在封城秀吉本来都要去攻打朝鲜 然后很多士兵刚好在下关这个地方 那下关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马关 就是签署马关条约的地方 那吃了河豚以后 很多士兵都死掉 所以禁止吃河豚 所以从那个时代 从封城秀的时代 禁止吃河豚就变得 是日本的一个史俗之一 可是在这个脉络底下 还是有人偷吃 可是到了19世纪 伊藤博文 那么伊藤博文听说 有一次到了下关 要找东西吃 然后店家因为台风来 没有这些适当的鱼 所以店家就准备了河豚料理 给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吃完了以后 他说美味 怎么那么好吃 伊藤博文他是偷吃的 对 其实是在还没有合法的情况下 他说这个好吃的鱼 怎么可以去立法禁止 那应该把它解禁 所以伊藤博文其实扮演了 一个解禁的角色 是从封城秀吉那个年代禁止 到了明治时代的伊藤博文 把它解禁 但是其实像成如成语提到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中国脉络 也有点像 也有一点人物嫁接的效果 所以到底他们的成分比例是多少 我觉得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可信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需要找历史学家 需要找很多资料来佐证说明 可能也是大家口耳相传的一个故事 对 可是日本很有趣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河豚 在幕府时代把它禁掉了 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 开始把它解禁 像他们吃肉也是对不对 对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 对 日本其实有日本的中世纪 七世纪八世纪有天舞天华 他们有禁食肉令 所以日本其实长达一千年左右 是不吃肉的 虽然不吃肉可以理解 因为日本毕竟这个国家 没有很肥沃的平原畜牧系统 所以他们的蛋白质的来源 都是一些水产 海鲜 野鸟等等 到了明治维新 因为发现在提倡文明的政策底下 他们发现外国人洋人都吃牛肉 他们要觉得要富国强兵 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也开始吃牛肉这样子 所以也是一个因应时代的变化 才是这种饮食文化的改变 对对对 日本这种饮食文化的 你说含荣接纳也是很有趣的 我们说河豚可能是受到 中国古代文人吃河豚这样的影响 钟晃你也有在书里面提到的 他们可能对于葡萄牙的所谓南蛮料理 到了明治时期有更多的洋食跟后来的拉面 然后可以谈谈他们的这种接纳外来饮食文化的文化吗 对所以其实各位听众应该很多人 都有去过日本旅游的经验 他们的河食或者他们的洋食 大概都有一定的接触或者消费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食物 其实洋食有一点国外的味道 可是又不是那么洋 他们的洋食里面都带有日本的本身的这个料理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觉得日本其实陈如我刚刚强调 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没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 所以他们其实在整个国家的历史 变迁之中一直吸取外来的文化 那吸取最多当然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影响 慢慢的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一降 他们受到葡萄牙的影响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生炸的东西会纳入到日本来 那我们今天到日本去吃这些天妇罗 我们知道这些炸虾饭 其实很多都是受到葡萄牙他们的生炸的这种影响 比较炸物的影响 那么之后呢明治维京开放以后 慢慢的向西方来学习饮食文化 所以又有寿喜烧 又有牛肉丼等等 但是日本人其实一开始对于吃这些肉类也有点怕 因为太长久的时间没有接触到肉类 所以吃的话大家都有点感到恶心 明治天华他亲自在他的皇宫里面 率先来吃这些牛肉 身体力行 独舞日本人来开始多吃肉 然后学习西方这种富国强兵的这种效果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听众很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日本的辣妹 那日本的辣妹其实来自于广东 那很多19世纪很多广东的人到了日本去 他们因为在港口工作 劳力很大的付出 所以他们需要快速的摄取这些可以吃饱的东西 所以煮的这个辣妹就变成了这个 在这些广东人搬到这些港口去工作的这些人 他们来吃的东西 可是事过境迁到了二次大战之后 美国因为防堵这个红色中国跟那时候的苏联 所以运输了很多这些面粉 然后进到日本去 所以面粉后来也制成了很多面食 然后拉面变成日本各的地方不同 饮食文化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们这个拉面本来传统我们知道可能是比较王将式的 比较有中国风的拉面的这种饮食文化 日本后来把这些衣服都把它换掉 然后这些装潢也把它换掉 音乐也把它换掉 换成有禅风的服装 比较年轻的打扮 然后食材你看加上了鱼板 加上了海苔 可是没有变的就是那一块叉烧肉 那一块叉烧肉相当程度上其实代表这一碗面 其实有很大成分是来自于中国广东的叉烧 但是后来日本又把它食材变 所以变成日本不同地方一个富有特色的拉面文化 所以我觉得成如成语提到的 日本这个国家它本身没有很多的资源 可是他们非常厉害是擅长借用外来文化的资源 然后把它吸收学习 学习之后去拣选它里面对日本有益的部分 然后再透过文化上的吸收 最后创造出一套属于日本文化方面的一种饮食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本人蛮厉害的地方 对外来饮食文化的一些涵容一些改变 然后让后来大家都觉得拉面文化 是不是日本他们很早就有的文化 其实并没有这么早 刚刚中浩谈到说美元面粉对于日本拉面的推波助澜的影响 其实这个不只在日本 像我们在台湾的面食或者甚至在韩国 也都是受到这种美元面粉的影响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台湾其实并不是处于一个生产麦 或者是面食的一个地区 台湾的这种面食文化的兴起 美元的面粉确实是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终好再来谈谈另外一种动物 这种好像很特别 对这种很特别 这个怎么想都不会想要去研究它 但是终好你去研究它 就是憋 甲鱼 对憋 终好你提到 好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很好奇的 这种很多这种关于憋的食补的想象 中国人大家都会觉得吃什么补什么 以行补行 吃鳖可以补气补血知音补虚之类的 这个后面有它的原理在吗 确实这个鳖跟乌龟都是爬虫类 可是这两种动物有很不一样的命运 对我们都不太吃乌龟 乌龟是没有人在吃的 因为乌龟其实代表长寿 然后早期用乌龟的壳来做甲骨纹等等 所以乌龟长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里面 就是一种很神圣 长寿 代表持想的角色 可是憋不一样 憋看起来就很凶猛 然后比较猙獰 然后这个 可是中国人觉得很有趣 憋它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 那特别是我们知道 陈如提到 在华人因为衣食同源的这种脉络里面 很多食物不是只有保足我们的身体 它其实另外一方面 还富有补生的这个效果 那么以憋来讲 它很有趣 它第一它是黑色 这黑其实在阴阳五行里面 黑主什么 主阴 主黑 主水 所以它其实就是对于女性有意义的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像鹿龙 这种长期面对阳的 就是属于对阳 朝上吸收日月精华 对于这个阳气 很充裕 很充足 可是鹿长期在哪里 通常说在水里面 那我据我自己去做田野防潭 他们前哨水里面 至少可以四五个小时都不出来 所以这个长期中国人在观察他觉得 哇这个怎么那么厉害 他的肺一定很好 肺功能很强 我们游泳一定要常常在换气 可是他不用换气 所以他的肺动有很好 所以要补气 要补虚 然后补音 就会想到鳖 我们可以知道过去的医学并不容易 然后你要身体产生一些病状 必须要找这些 确实可以移行补行的方式 台湾有养鳖对不对 有 台湾其实养鳖是 我觉得是全世界可能数一数二的国家 养在哪里最多 都是养在高雄还有屏东 高雄的美龙 屏东的屏东市 然后凌落 长治离港 这个地方中年因为太阳非常的充裕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 对于水场的养殖 一直有其擅长之处 所以他们日本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在南部在高雄屏东 设置日本时代设置养鳖场 所以他们会有这一套养鳖的技术 所以在日本时代台湾就开始养鳖了 对日本人其实很有趣 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鳖 日本人叫鳖 对日本喜欢吃鳖 也是受到本草干木的 本草学的影响 他们就对于鳖是一个非常 他们认为鳖是一个非常补生的料理 可是他们的做法跟华冷吃不一样 华冷吃是会加上中药来敦补 所以他们会把它做成这个 类似火锅的烫物来处理 所以比较没有中药的 甲鱼火锅 对甲鱼火锅 或者叫做憋火锅 对对对 所以信刚线非常有名 曾宇如果各位听众有去日本游玩 可以去那边一吃看看 我们知道传统日本就很喜欢吃憋 到了1895年 日本拟友台湾殖民之后 很多日本士兵来到台湾 我看了资料里面发现 很多日本士兵在当时的台湾看到 台湾四处都有鳖 这个非常的高兴 所以开始他们的总督府 发展养鳖的计划 就在台湾去找适合养鳖的地方 建立水池 然后找这些鳖喜欢吃 它是肉食性的动物 喜欢吃下炸鱼 喜欢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 所以去找让它吃什么饵料比较好 吃黄鱼黄花鱼下炸鱼 让鱼吃的健康又大 然后再把鱼送为日本去消费 那个时候在台湾养鱼 然后消费市场在日本 而且不是只有从台湾进口鱼 他们从朝鲜从上海都有进口鱼 这是很爱吃鱼 很爱吃鱼 所以日本人 其实陈宇兄不知道 以前我们开会 有日本的学者来到台湾 台湾会大家去吃饭 吃晚餐 吃晚那个有一个 其实江浙菜也有鱼 而且它鱼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是把它处理成小块小块 江浙菜的鱼是一整只在汤里面 在湖里面 他们看到都吓一跳 哇真的 哇太棒了 所以其实两边是有不一样 因为其实这个鱼在整个中国的水箱 因为江南素有水箱折果 所以其实有很多水产 鱼也是包括其中之一 中国菜里面讲就吃鱼 就吃它的所谓的鱼群 对就是鱼群 因为鱼群在这个时刻 有这些贪性的东西 有些胶质的东西 其实对于美容养生都很好 所以不同地方吃鱼的方式都不一样 像我们台菜有鸡仔猪肚鱼 对不对 鸡仔猪肚鱼 对这道菜就是相当的上级 对也是一道是蛮老的一道台菜 但是因为很费工对不对 对因为这道菜早起是日本时代出来 我们知道日本时代 台湾有酒家菜的文化 酒家菜其实有很多附加子弟 玩兔子弟 他们大概都是因为整天无所事事 可能是在酒家里面留恋忘返 留恋忘返里面吃饭都是需要听 异季然后有一些喝酒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们对于菜肴的要求也相对比较高 如果师傅做的菜太过于简单 他们觉得怎么没有什么乐趣 他们就要求师傅把这些菜 作为有一点多的变化 这个鸡仔猪肚鱼就是富有变化的一道菜 就是先把猪肚洗干净 然后还有一只鸡把它放到里面 然后鸡再把它放到里面 就层层层层的这东西 所以套叠菜有层次的菜肴 可以同时吃到水产 憋也可以同时吃到猪肚 同时又有鸡肉的香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酒家菜肴 现在还是有一些台湾餐厅还是有 只是可能要先订才会有 因为他其实需要去找这些食材 然后师傅需要时间来蹲补 但是后来台湾好像就没这么流行 在吃憋了对不对 现在好像也相对比较少 对其实陈宇兄说了 因为憋低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他长得比较猙獰 然后你如果再 比较不讨喜 对但是我其实讲的是 因为菜市场要卖家庭主妇 现在家庭主妇也都比较忙 双新家庭 他们也不一定会去料理 可是我曾经在越南 就越南的传统市场里面 就参加很多人在卖獰 所以他们生某的程度 其实是不大一样 但是台湾这个社会 比较从农村进入都市化 然后大家双新家庭 父女也有工作 或者简单的老一辈 也不一定会去处理这些獰 所以年轻的一代的妇女 他们带来到市场去买的 就相对比较简单 可以处理的东西 有时候人家如果今天 我们送我们一只活鸡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要宰杀 非常可怕 所以久而久之 这个鳖的文化也慢慢的四围了 很多台湾这些养鳖 就是把小鳖鳖苗送到中国去 后来再把鳖蛋送到中国去 然后从福建 广东进去 然后再运往华中 华北 华南等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让鳖慢慢成为他们菜肴上的 一道菜肴 所以那时候台湾的养鳖业 又开始热络起来 可是到了旧所知 这10年来又慢慢的下去 因为最近20年中国的养鳖技术 他们也进步很快 所以台湾的业者也在思索 到底怎么办呢 所以养鳖他们就把鳖 慢慢从过去的这种 把它做一道菜变成什么呢 变成胶囊或者鳖筋或者鳖粉 养生产品 养生这种都可以达到补的效果 只是不一样的方法 而且作为胶囊或者憋筋 憋粉 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有科学中药 我们还有科学补品 对 还有科学补品 所以我们现在坊间有很多鸡筋 浅筋 还有很多这些人参筋等等 那这些东西其实透过喝的这种效果 会比吃疹效果都一样 那何不可以吃一颗 可以抵过有时候 简单一点 对 比较简单一点的脉络这样子 这种你说乙行补行 或者是传统这种补的概念 其实就算到了现代 还是会存在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只是大家现代社会讲究 比较有效率快速 我可能就吞个胶囊 我不用再煮一锅的憋汤 或怎么样 曾如陈宇提到 现在补的观念 其实非常在传统华人里面 根深蒂固 但是因为现在工商社会 我们讲究速度 所以只要达到这个效果 何不用一颗胶囊 或者用一些粉 或者用一些健康食品 还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食补的文化 确实是很难在东方社会里面消失 对 什么都需要补 中豪聊到 我们说长江三仙 刚刚聊到了河豚 最后我们来聊聊看另外一些食鱼 一个鱼字旁 然后一个时间的食 这个我们比较少听过这种鱼 这个鱼是非常特别的一条鱼 它长什么样子 它其实长得有一点比虱目以下再大一点 那它是一种回游性的鱼类 大概每年的农历三四月 会从长江海口 或者从黄海附近 会回游到富春江或者长江中下游 然后它回游的距离可以游的非常的远 甚至可以游到湖北 这么远 对 所以它可以游了几千公里 所以这个肉质里它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有弹性 因为它每年固定的时间 会从长江海岸口 进到长江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区 所以沿南的渔夫 把它捕捉起来的时间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每到什么样的季节 大概就会出现 所以就给它一个时间的食 是这个意思 长江出海口要游到湖北 中间应该被很多城市都拦截 但是还是有 因为它数量非常的多 排除万难 对 数量非常的多 虽然我们应该要有海洋文化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 食欲通常怎么吃 食欲用清蒸的最好吃 然后因为它其实 我们知道海鲜用清蒸的 最容易吃出它原来的味道 所以食欲大概用加几些姜片 然后清蒸 然后再加上一些江南特殊的火腿片 来加一点味道 就非常的香了 感觉起来很那种淮洋菜的感觉 对 淮洋菜的感觉 我曾经在上海的景江饭店 跟我的指导教授有去吃过 确实非常的好吃 现代人做食欲跟古代做食欲有差别吗 有 它的做法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用清蒸 而且是犬鱼 而且它的鱼鳞不可去掉 鱼鳞不去掉 鱼鳞不去掉直接吃 对 但是会就是软软的感觉 但是鱼鳞还是可以吃下去 对 还是可以吃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吃法 很特别 对 很特别 但是中央你在书里面写到 在什么明朝的时候 就才开始吃食欲了 对 其实这个都市非常的特别 我们知道食欲其实一直有在长江回游 因为它其实是海水 回游到淡水里面来产卵 可是因为长江的 因为明代初期的首都 定都在南京 驻元璋的时代 驻元璋的时代 一直到明城主永乐才迁到北京 所以他就被抓到 我们被抓到以后 就是需要一些动物 祭司皇帝的太庙 或者祖先等等 他就是长江在南京 祭司的虎之一 只是后来明城主永乐 竟然把明代的首都 从南京迁到北京去 这个事情就大了 其他东西像很多竹笋 很多动物都可以运送到北京去 可是虎会坏掉 对 因为我们过很远 不仅远 而且天气热 而且是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回游 那时候天气真热 而且没有冰仙 所以这些人 大概他们也没有 这些皇帝 他们不知民间歧途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食语会坏掉 他就把它依旧写在 贡品的名单内 然后要求太监 要在时间内 要求这些长江的虎民 要去捕捉食语 而且要把它捕捉完 要趁先 把它运送到南京 南京之后又要把他建立一个食语厂 然后加上冰仙 把它保藏 最后要在六月底之前 把它送到北京去 这道工程如此浩大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造成了北京的政治跟南京 这些非常大的一个debate 一个争论 这个就是食语 他里面我写到一个故事 这个其实是 很属于政治事件的一件事 它这个是我必须要上缴的贡品 但是它却是在可能几千万里之外的 江南这个地方的 今天在中国坐高铁 你从南京到北京 也要几个小时支援 回到了几百年前 不可想象 你一条生的雨要从南京走大运河 还要走长江 还要加上陆路 运到北京太庙祭祀 祭祀完再由皇帝 将这条雨送给大臣 以表示你供在国家 所以这个雨经过食语 经过这一套洗礼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尊贵意象的鱼类 很多食物 我们都会喜欢把它赋予 很多我们的这种传统道德价值的 一些权利 想象道德 对 所以食语大概也是这个脉络 从一条寻常的鱼类 变成一个尊贵的鱼类 所以那个时候明朝的大臣 得到这种皇帝赏赐的食语 是很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尊贵 就我资料所及 一个人一年 大概都是只有两三条 两三条 可是我在猜 大家都是已经臭掉了 所以我们各位听说吃川菜 很多都是什么辣豆瓣鱼 这种表示因为四川的地方 北京这个地方 很难有新鲜的鱼类 所以会用比较重的味道 会把它腌带 或许不是那么新鲜的一个情况之下 食材 其实我们一般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吃河豚 吃三杯鸡 不太会想到这么多这种历史的典故 文化的交流的脉络 中豪像你这样的研究饮食的学者 了解这么多食物背后的一些典故脉络 你觉得如果我们一般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像比如说读过中豪你的书 我们可以在吃的时候 多了什么其他的乐趣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棒 我想我们今天进到21世纪 科学产品等等 然后资讯流通非常的快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饮食文化 不再是过去以量取胜 我们应该是以职或者来取胜 我们今天的社会也遇到很多 譬如说我们会保护动物 我们会有动物伦理的精神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在吃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以爱护环境 然后以一个比较习材 以可以永续经营的方式来消费 那我之所以做这个研究 也希望一方面 把过去的一些有趣的度式 然后把它透过历史研究的方法 给各位听众多了解 另外一方面 我其实也呼吁大家 面对比较少的一些资源 也应该多去爱护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虞翅文化 是否应该有所检讨 那我们对于这些水产 海鲜还有海洋的保护 都可以透过食物研究 让更多消费者可以达到一种平衡 而不是过于不及的这种消费的情况 所以我大概我的研究 我的一个初衷或者我一个结论 都希望我们这个环境 可以是有一个比较可以长久持久 让我们人类其实在消费动物的过程里面 也可以尊重不同动物之间 他们的权利 美国人类学家Sidney Means曾经说过 饮食不会永远不变 它没有坚固的界限 也没有严格的规则 饮食是活生生的事物 它的边界也是可以浮动 而且可以变化的 中豪书里面所谈到的 无论是台湾的三杯鸡 日本人爱吃的河豚 都是这段话极为生动 有力的研究证明 今天谢谢台北医学大学郭忠豪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东亚植物研究 也谢谢听众朋友陪我们到最后 谢谢陈宇 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的说明 其实只是这本书小小的一部分 如果各位听众觉得听完 意犹未尽的话 不妨支持一下文化事业 上网搜寻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不吝acia 感谢观看